每週五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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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五 三月 三月 我是超好康 歡迎來到 TVBS 超康戰情室 這我們希望你特別來賓 李俊瑩委員 藍軒小姐 張齊陸委員 萬美齡委員 王輝議員 楊子斗 議員當選人 恭喜楊子斗 你頭髮長出來了 你知道 今天一看的時候 很快就長了 馬上又留到這裡 好 那麼很特別 中國跟俄國居然在海上聯合演習 好不好 演習也不稀稀 他們兩個國 在我們台灣附近 這裡 周三台洲附近 離台灣只有300多公里 很近 比台北到高雄還近 這麼近 所以大家覺得很奇怪 到底幹什麼 他們兩個要幹嘛 另外老共突然來了 30價值的攻擊 在台灣南部 好像把台灣南部外海的空間 包圍起來一樣 以前經常在這裡動來動起 有的時候偶爾過中間 沒有像這樣子 很少 所以他們說這幹什麼 為什麼突然突然這樣子 對台灣這樣 另外除了飛機以外 它的護衛艦 接近綠島44海裡 所以國軍的海空 嚴密在監視 跑到綠島要幹嘛 那要躲島嗎 好 我們先看一下 來 中共海軍 中方參演兵力 來自東部 北部戰區海軍 卡戰 實兵對抗 和實彈射擊演練 不只軍師合作 同一天 習近平接見俄羅斯的 執政黨黨主席 梅德維杰夫 你好 你好 同一俄羅斯黨 就是普京所屬的 執政黨 而且兩人會面的議題 觸及俄乌戰爭 根據新聞社消息 梅德維杰夫 轉向普京的簽名信 指出俄羅斯有意 透過和談解決問題 本身當局 對發浪戰爭的俄羅斯送暖 讓俄國感覺沒有被世界孤立 來 萬維 怎麼看 這一次我們看到 中俄在東海的一個聯合演習 它的地點其實非常接近 日本的沖繩 然後也是這十年來 離台灣最近的一個地方 不管是我們自己的感覺 或者是外媒都有在講說 其實這個很清楚 他在台海周邊 來做這樣的一個演習 就是中俄要聯起來 聯合起來 然後來向美國來展示 中俄他們親密的關係 緊密的軍事上的一個合作 當然在同時間 其實美韓這個部分 他也在做一個聯合的軍演 這是一個動作 我們也看到 其實台灣我們在中科院 也在我們的酒棚基地 也是東南部的一個海空 進行一個叫做無限高的 一個實彈的一個射擊 其實這一些聯合軍演 或是相關的射擊 演習等等 各有各的目的 我想在我們自己在 南部這一次的高空 無限高的一個軍演 恐怕也是 希望能夠去展示 我們自己的軍力 某一些程度上來看 也是一個秀肌肉的狀況來產生 不過我想 其實我們要回過頭來看 這麼多的軍演 他其實是有一個 他軍演背後的一個目的在 我們看到這幾年其實 美中的角力是越來越演越烈 但是對於台灣的影響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要去注意的 蔡英文政府一直都是在希望能夠做 叫做清美抗中 清美沒有不好 其實從來沒有人去反對 清美這件事情 但是抗中的路線 到底應該要怎麼走 這幾年抗中走下來 對台灣有比較好嗎 這個是正確的一個路線 是台灣人民要的嗎 我們都知道美中對抗 我們就拿俄乌戰爭來說好了 打了超過300天了 大家都知道這也是一個代理人戰爭 美中要爭這個世界的霸權 如果讓兩岸的情勢不斷的去升溫 將來有一天 如果真的戰爭發生在台灣了 那這恐怕最後得力的 還是會是美國 所以我想其實台灣最重要的是 要注意我們自己的路線 怎麼樣才對台灣人民有利 張偉 其實當然台灣沒錯 就順著剛才美林委員講的 就是說台灣真的最需要避免 就是變成烏克蘭化 甚至變成是說美中對抗的過程中 台灣變成一個先鋒或棋子 因為很坦白講 烏克蘭就是讓俄羅斯陷入泥道裡面 其實這個本來就是這種 強權在爭霸的過程中 其實藏著一種手段 簡單講就是說 反正死也不是死自己 而是由這些代理人 其實坦白說這一陣子 台灣其實確實面臨很多困境 包括其實像我們一直在講 我們的矽盾 比如說我們有這個所謂台積電 但是現在台積電也被這個 這個晶片法等等這些 就是變成必須到美國到日本去設廠 其實當這些東西 我們慢慢的都分散出去了 甚至其實在美國的 它很多的國防政策 也是認為說 台灣其實可以變成一個 好像拖垮中國的 這樣子的一個消耗戰的 這樣的一個棋子 其實這些都自為危險 所以其實面對這些 整個大環境局勢裡 其實台灣還是要講坦白一點 還是要有它的自主性 甚至在這個多強爭霸的過程中 你怎麼樣維持一個自己的彈性 這可能才是這個 比較重要的這個部分 好 剛剛談到俄烏打了300天了 哲倫斯基第一次飛到美國去 出國的時候他要嚴密保護他 然後從波蘭那邊走 哲倫斯基跟拜登見面 而且也到美國國會去演講 他們都見了面演講 哲倫斯基在美國國會演說 你看在這裡 後面是一個副總統 眾議院議長 看起來是參眾兩院聯席會議 那哲倫斯基說烏克蘭永不投降 不會投降 拜登說烏克蘭不會鼓勵無援 我們會繼續幫助你們 另外美國會提供愛國者防禦系統 的飛彈防禦系統 俄羅斯飛彈打你 我們幫你防禦 另外裴洛西把他捕捉丘吉爾 像丘吉爾樣偉大 其實不一樣了 另外這個 哲倫斯基要求美國給他更多的東西 他說美國你們不是來做慈善的 你們以為你們要做慈善 不是的 其實我們在幫你們打仗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不是做慈善 你也不是給我錢 我跟你要錢 要的冠冕堂皇 要的理所當仁 要的政大光明 要的臉不紅心不條 為什麼 我是幫你在打仗 在拖垮俄羅斯 你給我一點錢算什麼 好像我跟你施捨 對不對 要求你施捨 好像你在做慈善事業 你不是做慈善事業施捨我 不是揭來支持 就這個意思 不過他也說 他可以舉行和平峰會 因為大家現在都要和平 美國大概也講說 你可以談就談談 打到現在也差不多了 因為歐洲有點擔心 打下去變成一個無底洞 這在打到什麼時候 普丁 普丁這時候也接受記者訪問 你在美國 我在俄羅斯 普丁說俄物戰爭不可避免 也不能怪我們俄國 你們這些西方國家 我們的蘇聯都解體了 華沙公園都沒有了 你一個北約你可以解散了 你們不斷的不解散 還把我們原來的成員國華沙 都容納變成你們北約的國家 然後對我俄羅斯造成威脅 對不對 所以我們跟烏克蘭是兄弟 民族兄弟 對不對 我們打仗我們本來不需要 打得很兇殘的 就你們其他這些國家 來慫恿烏克蘭 才今天搞成這個結果 所以怎麼怪我俄國 這是普丁的講法 那麼另外俄國國防部長 提議徵兵50萬 現在100萬不夠打仗了 要正在徵兵50萬 變成150萬 而且要持續強化核武的戰備 好 那麼另外當然也是一個 很奇怪的 美國通過了撥款法案 本來是要每年過我們20億美米 5年100億美米 這不給了 說不給就不給了 而且只給我們貸款 12年還 每年最多貸你20億美金 貸款給你可以 但是不能免費給你 所以美國的媒體說 這是台灣的挫敗 是台灣的挫敗 連當時來跟我們要買那個 買那個波音的那個 南卡羅拉那個參議員 他都反對 他怎麼講 他說台灣有錢得很 我們那個 我們幹嘛給他 我們借錢給他就可以 我們幹嘛免費給他 我們要應該免費 比台灣窮的國家給那些國家 還對 我們幹嘛免費給台灣 他一定想說 對 你看我去台灣一趟 台灣說買飛機 買了我們那麼多架波音對不對 幹嘛免費給他 當然要最多借給他而已 最多這樣 來 宏偉 先講烏克蘭 烏克蘭戰爭從去年的2月開打 從春天打到夏天秋天 現在打到冬天 我想很快轉眼就會變成烏克蘭 一年滿一年 這就證明一件事情 當戰爭開打之後 它常常會成為一個沒完沒了的戰爭 所以它當然也會變成一個這種 森林塗炭 哀紅遍野的戰爭 所以烏克蘭戰爭到底何時是一個盡頭 目前大家都看不出來 雖然現在美國也希望說 烏克蘭你也可以談一談 至少坐上談判桌 剛才也有外電的報導 說當俄國的他的前總統 去在訪問北京的時候 也提到其實俄羅斯他也可以來談 但是到底要怎麼談 那麼有沒有可能談出個眉目 其實非常非常難說 所以這一點就是給台灣的啟示就是 為什麼我們說要避戰 因為戰爭真的就是一道通往地獄的門 這個門一旦打開了之後 你就不知道這條路會通往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所以你現在以這個 澤倫斯基說現在是全世界的英雄 然後他去美國參眾聯席會議去演講 他可能拿到愛國者飛彈 但然後這個戰爭仍然是籠罩在烏克蘭的這個土地上 然後這些人民還是受戰爭所困 所以回過頭來 當然大家就會討論到台灣的部分 台灣最近可能 大家可能討論最多的 就是兵役一起到底要不要延長的問題 要不要延長的問題 蔡英文說下禮拜來召開國安會議 來討論兵役要不要延長 重點仍然是在於 我們的政府能不能做好 就是和平未到最後關頭 絕對不輕言放棄和平 我覺得這點非常非常重要 至於剛才講說 美國已經否決了說要無償提供 不要忘記 當時的國防授權法就是告訴你要融資 融資給你就是你要跟我貸款 貸款還要做什麼 貸款不是你自己隨便去買東西 貸款是你一定要來跟我買武器 當時國防授權法就是如此 只是我們現在繼續的遊說 遊說失敗而已 來 俊兄 把這個無償軍演一般來講 不會適用在像台海目前這種 還沒有戰事發生的這個狀態 雖然說他很緊張 因為一旦你開始無償軍演以後 北京的反應是非常激烈的 因為你這個等於把它視為一個 戰爭狀態 烏克蘭它也是在發生戰事之後 才有所謂的軍演的這個問題 所以台灣也不要把它看成 好像是一種挫敗 我覺得甚至連貸款這件事情 台灣這邊也不一定要去進行 畢竟你不要給國際看看 好像台灣的這個能力 好像出現重大的這個問題 這個對國際對我們的信心的建構 是有不好負面的影響 至於中俄聯合軍演 是不是針對台灣這一次不是 應該針對日本的這個可能性是比較高 我們南部的海域 這個解放軍的一些飛機 它已經是習以為常 只不過說它可能要做一定的呼應 南北的這個呼應 目的應該是斷美國在南海那邊的一些 軍事力量的北上 這些不管怎麼樣講 就是說這種軍演 我擔心的就是說從演習 變成產生意外 以現在台灣周邊的這些海域 相關的國家 大家紛紛的在提高軍備 北京當然是主要的刺激來源 日本也提高 韓國也提高 台灣這邊也相對提高 事實上東協國家 也不斷在擔心這些事情的發展 只不過說我們這邊的訊息 不是那麼充分而已 這種情況對於這個區塊 意外的產生的機率反而是提升 這是要特別小心 軍事態再回來 好 那麼陸委會說 今天行政院通過了 金馬地區民眾春節交通專案 分梯次 然後他是說基於人道跟親情 什麼意思 只給就是金馬地區的民眾 或是陸配 大概只有這樣 本來大家想說台商 台生 因為福建廣東的台商 現在要回台灣很麻煩 你要飛到上海或是飛到廈門 然後到桃園機場 機票很貴 現在買一個機票 我那天聽他們講說 買一張從上海到台灣的機票 以前可以買一張機票到德國去 到歐洲去 這麼貴 很貴 單程都好幾萬 以前哪有這麼貴 對不對 現在因為 沒有什麼班機 班字非常少 所以國民黨就說行政院的 距離人民太遙遠了 台商都不給 再幫你賺外匯 一年幫你賺將近2000億美金 然後到了過年的時候 他們回家都不給他回來 所以他們說你沒有把台商 跟台商當成同胞 專家說要小心 因為怕現在大陸在流行 叫做BF7 台灣現在流行是BA4 BA5 那BF7是BA5的變異 所以傳染力更快 所以最多一個人可以傳染18個 然後這個 不過他比較輕 就咳嗽一下 大概就是喉嚨痛一下 因為傳染越快 所以今天你被感染 明天你就會發作 潛伏期非常短 這叫BF7 我也看他們大陸的報導說 北京現在得的都是BF7 不是我們的BA4 BA5 當然要小心 現在就是藥品說 大家在搶購 不拿疼 是痴頭痛 降溫的 薛委員說 將來要跟藥局說 你要勸告買的人 不要買太多 夠了就好了 藥吃太多對身體不好 傷肝傷腎 買那麼多幹嘛 衛福部又講了 什麼王必勝說 講不聽以後就限購 每個人只能限購幾包 一包 兩包 辦法還沒出來 看起來 他們原來說台灣 有10個月的儲存量 所以現在有點擔心 我是去藥房問 我是買到了 我是去藥房問 我說到底怎樣 他說好像藥廠有通知 明年大概1月還是2月就停止 不供應 藥廠沒有辦法供應給藥局 我們的藥局買 就不能供應給藥局 所以有些藥局已經沒有了 有些藥局還有 但是你不一定要買普拿疼 因為它這個AXITAMINAFIN 以細芬安 台灣有40幾家藥廠可以做的 它這個學面藥 它有這個成分 一樣可以治頭痛 我們到診所 通常醫生 我給你開一個什麼降溫藥 你看也不是普拿疼 你也不知道它什麼牌子 但它就給你開幾粒這種 就讓你降溫 其實都可以 都一樣 效果是一樣的 中國疫情也滿慘的 世界衛生組織說 醫院人滿為患 因為它突然開放了 我剛剛講BF7傳染又快 一開放就突然傳染很多人 所以其實大部分人也不計醫院 去你也掛不上號 就在家裡過幾天就算了 但是年紀比較大的 身體比較弱的就很麻煩 所以這個 但是他昨天報說 好像全大陸才死三個人 我們台灣都死30個 他怎麼死三個 這又很奇怪 那個數字到底可不可靠 世衛組織說他的ICU 這個急診室都滿了 WHO的官員說 可能現在很難統計 因為病例一下子那太多 這次就可以看出來 大陸這個體制它的脆弱性 第一個 他不開放外國的疫苗進去 他只准著打他的疫苗 德國總理消資到大陸 跟習近平見面以後 現在才准說 在大陸的外國人可以打BNT 我想可能成德國人先開始 我們德國做疫苗 德國疫苗不能進來 好 讓他進來 另外就顯然原來管得好嚴 突然一開放就全部開放了 通通不管了 德兵也不管了 然後藥又不夠 然後之前 每天叫大家做核酸 做核酸 我認為習近平真該徹查 為什麼造成這樣的原因 之前每天做核酸 誰給了這個鬼搜主意 然後為什麼 你現在突然開放以後 藥又不夠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大 為什麼原來只准用科興 只准用大陸的這個兩三 幾種疫苗 德國的BNT 莫德拉都不能進去 但是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子 甚至我覺得大陸人根本沒有信心 所以老人也不打疫苗 所以老人為什麼不打 以大陸的強制性 叫你打就打 怎麼老人不打 都很奇怪 真的都很奇怪 來 藍軒 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中國大陸疫情 有幾個狀況 大家非常關心可以討論 第一個就是他自己本身的疫情 到底對於現在全球的全球 經濟不景氣 逆風 經濟衰退 到底有沒有辦法 因為他的放寬風控 然後的話 短空長多 但是現在因為 他突然之間大爆發之後 所以先前本來等於是 形同沒有封城的封城 路上幾乎都是空空蕩蕩的一片 而且現在缺工去得很厲害 就是過去台灣有一度 剛剛開放的時候 美國也是一度的航班 根本沒有人飛 然後的話 港口堆了一大堆貨 沒有人上班 所以這種狀況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顯然的現在正在開始當中 所以現在陸陸續續傳出來 各行各業都在缺工潮 我想這個部分對於全球的經濟 想要靠中國大陸的疫情解封 迎來比較復甦的力道 我覺得這部分可能還在等一下 大家會去觀察 到底這個過程當中 中國大陸準備好了沒 所以我想這個關鍵 就剛剛回到周先生講到的 所以接下來他們到底準備好了沒 我覺得顯然的 他們在一度二十大的時候 其實習近平都還講到說 他堅持動態清零 所以如果要不是白紙運動的話 我看他的動態清零 其實不會那麼快的放寬 所以顯然是在某個程度 政治壓力底下放寬的狀況底下 所以很多該準備的 坦白說就現況來看 是沒有準備好的 說要也不夠 然後很多的一些相關的疫苗 或者說大家願意打疫苗 準備到的一個程度 都不是那麼能夠去迎接 那麼一個疫情被放寬之後 撲面而來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這個暴增得非常的嚴重 我想這個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對台灣來說當然 如果說台灣有餘力 可以幫助他們 不過他都已經拒絕了 美國跟德國的疫苗 我看對台灣 或許他們不見得說真的會需要 你才會沒有疫苗 你高端已經不要用 對 那可以有別的 對 事實上他們自己復必胎 他們也進了BNT 但是他們也沒有要用 這是重點 所以當然我們會關心說 會不會發生搶購潮 如果擔心搶購的話 我覺得如果行有餘力可以幫忙 我覺得這個人道無國界的 應該要幫忙 但如果說基本上限制 怎麼樣是一個 我們限購的狀況 我覺得我們可以定出一個標準來 但最後我要講的是 回到我們自己的人回台灣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中國大陸的疫情 跟我們的台商回台灣 是兩件事情 我不曉得他們今天的行政約會 為什麼要做到這種 為德不足的情況 你分階段 金門跟馬祖的民眾 要回台灣過年 他們是同胞 其他地方不是同胞嗎 他們為什麼不能夠 借到小三通 目前大家知道嗎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整個原本的航班 本來一個禮拜800班次的 變成50班次 本來有60個航點的 變成4個航點 所以所有的人很麻煩 我們看一下小三通 會被關心嗎 方便台商外籍配偶 往返兩岸三地的小三通 從2020年2月10號 就因為疫情停航 已經快三年還沒回復 金門已經連江縣前立委 開記者會 要求還給他們小三通 讓需要的人 可以走安全又便宜的航線 回到家鄉 而行政院經過多方考量 面對農曆春節即將到來 20號宣布分階段 重啟小三通 將在明年農曆春節前後兩週 就是明年的1月7號到2月6號實施 在兼顧離島防疫周全下 滿足春節期間金馬地區民眾 返鄉探親及相關人道等需求 行政院通過金馬地區民眾 春節交通專案 採專案申請方式 金門每天最多一班 馬祖每週最多兩班 只有金馬地區民眾 大陸配偶可以使用 並有地方政府造車機管控 檢疫措施則是比照空雲辦理 生活逐漸回復正常軌道 疫情後首播小三通將重新開放 也讓民眾逐漸看到返鄉的道路 你還知道 我覺得現在共存 代價本來就是我們有一些好處 可以餐廳內用 可以恢復正常的旅遊 但代價就是我們逐步在疫情之下 症狀比較輕 而且打了疫苗 本來就是逐漸的跟病毒共存 這個是民進黨政府教會我們的事情 那現在以這個 以這個破口當作藉口 來限制我們的國人進出小三通 其實趙大哥剛剛有講 現在直航的機票很貴 但現在遇到春節輸運 最大的問題是你有錢也買不到機票 所以需要小三通 因為直航的這個班級真的不夠 小三通可以幫忙疏減一些運量 我覺得對台商來講 過去一群這樣的模式 可以回到家裡面來 難道不然現在買不到機票 我不能回家 難道要提前一個月 或者是我延後一個月過春節嗎 沒有這樣的做法 所以現在小三通的確是唯德不足 不只是我們馬祖金門的地方的人民 需要回家探親 或是我們台商台生 要回來台灣 都是很重要的書運的管道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以疫情當作藉口 是非常令人難堪的 因為你就知道北京 你說有BF7 北京開始傳染 它像全世界這樣子擴散 你到時候全世界都會有相同的 這個傳染性以及變異株 這個病情在全世界都已經變成說 大家開始學習共存 傳染力高 它的症狀就稍微輕微的時候 你還在那邊限制東 限制西 你在共存的時候 你不會去抗拒任何國家 飛到你台灣來 直航到你桃園首相機場 完全不會 你現在有目的性的就說 BF7好像很緊張 好像很嚴重 一傳十八 然後就把它做一個限制 抵抗了你當初說要共存的這個宗旨 那就是在歧視 對岸的 在那邊生活 在那邊逃工作的這些人民 訊息一下再回來 我怎麼看到一旦 我怎麼看到一天 … 我不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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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